山东队想在第二轮的金鲁大战送给北京队一个三连败 经过近期比赛的多场失利 显然就彻底打醒了这名梁山好汉 他们可不想真的跌出季后赛 毕竟山东队在数个赛季之前还是全联盟排名前四的强队 就算逍遥王龚小斌已经卸任了帅位 可他为山东队打造的根基犹在 丁伟不相信山东队在他的手里还会沉底 就算他们面临着主力阵容老龄化的问题 但丁伟已经给队内的年轻球员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就像陈九章这名小江就崭露头角 随后丁伟就祭出佛洞山河的大招 想要双杀北京队 他们真能成功吗 在篮球地看来 如今的北京队已经丢掉了他们身为冠军强队的精 气 神 就在近期的比赛中 他们再度遭受连续的失利 更别说曾凡博还受伤了 这也就让他们的攻守战力再度下滑 在这种情况下 必然就让山东队迎来了一个机会 一个强势双杀北京队的机会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丁伟就会在保持团队篮球的基础之上 再度打出山东队应有的特点 就像高石岩 陶汉林 张辉 乔文汉 焦海龙与贾城等球员 他们肯定要压制住方硕 迪小川 朱燕熙 雷蒙 基恩 利福与亚当斯等球员 他们的目的也很明显 除了在比赛的开端就将对抗的强度直接提升到极限之外 他们还要发挥出自己的特点 就像陶汉林强持篮下的优势必须要彻底发挥出来 除了采用一五连线完成关键时刻的终结之外 他们还要通过内转内的方式 避免与北京队的球员产生过多的纠缠 由陶汉林这个点完成最后的扣篮 总之一句话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山东队就需要再度发挥出陶汉林的特点 不能让他一直在赛场上折返跑 同时 他们还需要将自己的三分球命中率保持在40%以上 并保证全队的出手次数能够保持在40次以上 就算他们的三分投射有时候会迷失 但在篮下的陶汉林与吉伦沃特等 再度传给外线的队友 甚至是自己完成最后时刻的终结 这反而就能够让山东队的进攻成功率上升一大截 而且如今的山东队也需要通过一波连胜来帮助他们东山再起 他们在前段时间的战绩确实没有达到预期 这一点不假 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会彻底沉寂下去 毕竟在丁伟的字典里还从来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他们将继续奋勇前行 没错 北京队也急需一场大胜以求让粉丝们重新看到希望 但就在上一轮的精进大战中 他们就以130比124的战绩再度告负 而且他们是在一度领先20多分的前提下再度告负 这不就连解说员交件都直接爆出粗口了 看来北京队确实出现了不小的问题 如果这样的机会丁伟再不抓住的话 那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套用粉丝的话来说那就是 你们打不过满血的北空队 难道还打不过迷失的北京队吗 毕竟这只老牌冠军强队已经彻底迷失 再加上曾凡博还将大概率缺席接下来的这场比赛 这也就让北京队更不占优势了